大家好,这节课我们继续来讲解React Redux的使用 在这节课程之中呢,我们会继续完成To-Do List的编码 带着大家复习一下React Redux的使用 打开之前我们写的To-Do List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时候我呢,只是写了Input这块的逻辑 接着,当你点击Button的时候 我需要把Input框里的内容增加到To-Do List里面 那我们呢,来写下这块的代码 首先,我打开Reduxer 把InputValue的出使值从Hello World填写成一个空字补充 然后保存一下 接着,我们回到To-Do List里面 给这个Button绑定一个事件 onClick等于this.profs.handleClick 在这看,这个时候我调用的这个函数都放到了Props里面去 那么,这个函数我应该写在哪呢? 我应该写在Map Dispatch to Props里面 这个Return的对象里面去 好,为什么要写到这儿? 我们再来讲一下 我们说当你Button点击的时候 是不是要把你Input框里的值增加到这个列表里面 是不是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派发Action 去改变Store里的数据啊 那么,当你想要派发Action的时候 你把这样的操作放在哪里去呢? 放在Map Dispatch to Props里面去 它可以让Props里面的方法 能够调用Dispatch去操作Store里的数据 好,所以呢,我把这个HandleClick写在了这里面 写在这里之后呢 我让它Console.log123保存 咱们到页面上点开控制台 试一下啊 我输入内容点提交 大家可以看到123没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输出出来 那我们呢就继续编码 在这里我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肯定是派发一个Action 去改变Store里的数据,对吧 好,那怎么去派发Action呢? 首先我创建一个Action 等于一个对象 它的类型是 AddItem 它不需要Value值 然后我Dispatch这个Action Dispatch这个Action呢 就会发给谁? 它就会发给Store Store会把这个Action再转发给谁啊? 再转发给Reducer Reducer呢去处理这个数据 然后呢,返回一个新的数据回去 好,这块呢,我们这么写就行了 如果Action的类型是 AddItem 那么我深刻备一个State出来 然后呢,让这个NewState的List 等于什么呢? 直接这样就可以 PushNewState.InputValue 然后呢,NewState.InputValue 给它清空 我们把NewState返回出去就行了 好,这段代码写完了之后 我们呢,到页面上来试验一下啊 一开始它会有一个Del 我先把Del删除掉 我们看Del写在哪里 我们打开ToDoList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儿,Ul里面的内容永远都是Del 很显然我要做循环 那怎么写 我在这里 我需要呢,拿到State里面的数据 然后呢,对这个List列表做循环 那怎么拿到这个数据呢? 大家看 Connect方法把我的组件和State做了连接 所以我想要拿State里的数据 直接在MapStateToProps里面做映射就好了 我要拿State里面的什么数据呢? 我要拿State里面的这个List数据 把它放到Props里面 放到Props的哪个位置呢? 放到List这个位置上 好,这么去写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映射关系写好了之后 在这里我就可以直接用 This.Props.List来做循环了 我们可以调用它的Map方法 Map方法会接收一个一个的Item 然后我们Return一个立标签 这里面呢,我们来使用一下这个Item 当然呢,我们说在做列表循环的时候 一定要给它一个K值 尽量不要用Index做K值 但是这里呢,先用一下Index 好,保存一下 我们回到网页上 大家可以看啊 一开始,什么数据也没有 原因是什么 一开始做映射的时候 你的Reducer里面的List数据里 什么都没有 好,当你回到网页上 输入一个123点提交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To-Do List增加内容的这个功能 已经实现了 怎么实现呢? 当你点击这个Button的时候 我们来看 你会执行Handle Click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会把Action传给Store 再传给Reducer Reducer接收到这个Action之后 它去处理数据 把新的数据返回出去 新的数据就包含列表项的新内容了 数据发生了改变 我的这个组件恰好又通过Connect 跟数据做了连接 所以这块呢 它是一个自动的流程 数据一旦发生改变 这个组件自动就会跟着变 以前我们还需要调用Store点 Subscribe做订阅 现在连订阅都可以不用吧 数据变 页面自动就会跟着变 好 这样的话 通过这块代码的编写 我们就实现了增加Item 这样的功能 但是实际 当我们的代码写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还有很多东西 没有写完 首先我们来说第一点 Action这里 我直接写成了一个对象 但是之前我给大家讲课的时候 已经说过了 Action要通过什么来创建 要通过Action Creator来创建 所以呢 大家需要在Store下面 创建一个Action Creator 同时 我们还要创建一个文件 叫做ActionTabs 把这些字符串 都放到ActionTabs里面 去进行管理 避免字符串编写错误 造成的这个代码调错的困难 好 这块写完了之后呢 我们说 我们还应该做什么 ToDo List 不应该只能够往里增加内容 还应该可以点击删除 那点击删除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 每一个列表项上面 绑定一个Click事件 然后呢 等于 this.shops.handle.delete 我简写一下 然后我们再拿写这个handle.delete呢 handle.delete 大家想 它的作用 是不是就去改变 Store里面的内容就可以了 所以它要改变Store里的内容 怎么改变 需要通过Dispatch这个方法 把一个Action传递给Store Store才能去调用Reducer 去改变数据 所以我们要去调用 Store.dispatch这个方法 那怎么去调 在这里面 Lap.dispatch.probs这里面 的一个一个函数 它有调用 Dispatch方法的能力 所以我们应该把 handle.delete的方法 写在这里 继续 一样呢 去派发Action 然后呢 Action传递给Reducer Reducer再去改变Store里的内容 这块代码呢 我留作一个作业给大家 大家呢 把这块代码 自行的编写完成 当然了 你也要把Action Creator 和Action Tabs 自己呢 进行编写 我这里呢 因为之前都已经讲过了 就不再重新写 这些重复的代码了 好 回过来呢 我把这块删掉 我呢 要给大家讲解一下 假设 我们的代码 写成这样 有没有办法 让我们的代码 写得更优雅一些呢 其实完全可以 在Render函数里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 结构复值的代码 让我们的代码 变得精简一些 我们可以这么写 Const InputValue 等于 This.props 大家来看 这是什么意思 我定义一个 InputValue的变量 它的值等于什么 它的值等于 This.props.inputValue 那么 在这里 这个Value值 我们就没有必要写成 This.props.inputValue了 直接写成 InputValue就可以了 同理 这块 我们也可以把 HandleInputValue 这个方法呢 写在这里 那么这块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This.props 去掉了 都通过结构复值 解决这样的问题 同理 HandleClick 一样的 我把它拿出来做结构复值 然后前面的HandleClick 就没用了 好 下面还有一个List 一样 我把这个Props去掉 这块呢 你就要把List 写在这里 就可以了 保存 我们回过来 再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123提交 没有任何的问题 说明这么写代码 也是完全OK的 好 这么写呢 我们代码看起来 也精简了很多 大家来看 这个时候 To-Do List里面 只有一个Render函数 而且呢 大家可以看到 To-Do List 其实它做的事情 只是做一些渲染的内容 当你点击的时候 做的这些业务逻辑 实际上 并不在To-Do List里面 进行实现 所以这个时候 To-Do List 实际上是一个什么组件 大家回忆一下 其实To-Do List 这个时候 就是一个UI组件 它只负责 页面的渲染 不负责任何的 业务逻辑 同时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UI组件里 只有一个Render方法 那么如果一个组件 只有一个Render方法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一个 无状态组件 无状态组件 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可以接受一个 Props参数 然后我可以把这段代码 减切一下 然后这个类啊 就可以删除了 把这段代码粘贴过来 我们做一下代码的结构调整 OK 我们只要改一个地方就行了 哪里呢 在这个To-Do List里面 这个函数呢 它就没有ThisDial Props了 取而代之 我们要把ThisDial Props 改成Props这个参数 好 保存一下 大家看啊 这个时候 To-Do List是一个UI组件 同时呢 它又是一个无状态组件 无状态组件 可以有效地提升代码的性能 因为呢 它里面没有任何的 生存周期函数 同时 它也不会生成真正的 这个组件的实例 这是比较底层的东西了 所以大家呢 只要记住 无状态组件 能用它最好去用 因为呢 性能上确实是比较高的 起来了之后 我们到网页上 刷新 一 没问题 二 也没问题 所以这个无状态组件 写到这儿 是完全OK的 再来看 我们创建了 To-Do List这个组件 正常来说 以前啊 我们都Export Default To-Do List 把它导出出去 好 但是 大家来看 我现在 To-Do List 有没有被直接的导出呢 大家可以看到 Export Default出的东西 并不是这个To-Do List 而是Connect方法 执行的这个结果 好 Connect方法 做了一件什么事 它把你的这些 映射关系 和业务逻辑 集成到了你的 这个To-Do List 这个UI组件之中 所以呢 Connect方法 你可以怎么理解它 实际上 To-Do List 是一个 UI组件 当你用Connect 把这个UI组件 和一些数据 和业务逻辑 相结合的时候 返回的内容 实际上 就是一个 容器组件了 好 大家听好了 To-Do List 是一个 UI组件 它只有 显示的一些代码 但是 Connect方法 把这个 UI组件 和这些 业务逻辑 相结合 所以Connect 返回的内容 是什么 也就是说 这段代码 执行返回的结果 实际上 是一个 容器组件 容器组件呢 你可以理解成 它里面 就是这些 业务逻辑 数据啊 包括PFR 这样的业务逻辑 它对这个 UI组件 进行了一个包装 它去调用 这个UI组件 在调用的时候 它把数据 和方法 都准备好了 好 所以大家 可以经常 在网上看到 我们说 React Redux 里面也有 UI组件 和容器组件 UI组件呢 指的就是 To-Do List 这个东西 而容器组件 指的是 Connect方法 返回的这个 结果 或者说 Connect方法 执行 生成的内容 的这个结果 好 Export Default 导出去的内容 是什么呢 导出去的内容 实际上是 Connect方法 执行的结果 所以呢 导出的内容 就是一个 容器组件 好 讲到这呢 大家把这块的内容 搞清楚就可以了 那在后面呢 我们也会持续的 给大家去强调 Connect方法 UI组件 容器组件的概念 好 课程讲到这里 关于 React Redux 所有的基础内容呢 我们就给大家 完全的介绍完毕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进入 我们实战的章节了 当然呢 在实战的章节里面 我们还会有 很多新的知识 灌输进来 在这门React的 课程之中呢 我讲解的内容 比较多 所以呢 大家学习到这儿 之前的基础知识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请及时呢 到了木刻网的 留言区给我留言 我会给大家 仔细的讲解 你不懂的知识点 那我相信呢 当大家把这些 基础知识 都搞清楚之后 同时再完成 我们后面 项目课程的实战 那大家一定 可以成为一个 React的高手 好 大家加油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